我们乒乓球分为两个时代 确切来说 旋转分为两个时代 如果说是 属于打法来讲的话 分为四个时代了 从乒乓球的诞生到现在 四个时代 以前的话 刚刚开始都是萧球啊 你挫得稳 你就赢 没有什么进攻的 后来是 正交快攻 后来是什么 快攻弧圈 后来再后来是什么 弧圈快攻 分为这个时代 那么旋转分为两个时代 一个时代是 2000年以前的那个叫做什么 旋转时代 以前打球 拉高调都可以拉死人的 因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代的球 可以产生摩擦 而是非常转 因为这个球轻啊 小啊 而是脆啊 它产生旋转 非常容易产生旋转 只要你轻轻摩擦就转了 那么后来 我们现在的乒乓球 大了 重了 笨了 它就不会那么转了 以前我们需要 多摩擦于撞击 现在什么 重击加摩擦 以前是摩擦为主 很少撞击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 心状载摩 你看我敲 敲完了载摩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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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是摩擦了